这是否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 北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它可能很快准备入侵 无论中国军队在台湾周围发射了多少枚导弹 美国情报机关进行过多少次台海战争的推演 哪怕是到了今天 所有一切有关台海开战的猜测都只是猜测 我们绝不希望战争爆发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今天就给出答案 就是台海冲突如果爆发 对全球经济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而我发现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 本身就令人不寒而栗 各位看官好 欢迎您再次点进了德国之声DWYouTube频道给您带来的 一看你就懂 中国的入侵或封锁将严重破坏台湾 震惊世界 令中国和台湾两败俱伤 一项重要研究发现 哪怕是封锁 也就是说不算完全入侵的情况下 就会立即中断超过两万亿美元的经济活动 从 Emporz 的观点来的行为 从专业的观点的观点 台湾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体现在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地方 正是因为这些半导体 构建现代世界的基石 本期节目里 我们会看看 这个经济上的定时炸弹 究竟是什么样的 以及是否有办法拆解它 我们和德国之声 Business Beyond节目合作 来了解一下台海冲突爆发的经济代价 对于台湾和中国大陆来说 经济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复杂 尽管中国和台湾之间 长期存在紧张关系 但近几十年来 他们的经济已经变得非常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自2005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包括香港 2021年台湾五分之二的出口 都去了中国 远超美国 新加坡 日本和韩国 进口情况也相似 中国连通香港 占到台湾进口商品的22% 远超过接下来的四个国家 这使得台湾岛内对此产生了一些担忧 认为其经济过度依赖于中国 但是台湾经济 有一个不那么秘密的秘密武器 那就是半导体 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主导地位 使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热点之一 这个东西 有时候被称为台湾的芯片盾牌 如果在半导体产量上有个世界杯 台湾每年都会赢 台湾完全主导了全球半导体芯片的生产 2021年 这个岛屿生产的半导体 占全球总量的近三分之二 在生产最先进的半导体 所谓的罗际芯片 也就是尺寸为10纳米 或更小的芯片方面 台湾的优势几乎是绝对的 它占全球产量的92% 其余8%由韩国制造 中国和美国都在努力提升半导体产能 以减少对台湾的依赖 但随着芯片变得更小 更强大 更复杂 台湾还是能够保持住优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在经济上如此重要 像节目开拓所说 哪怕是在这个时候 所有一切有关台海开战的猜测 都只是猜测 但是全球的政策制定者 已经提前做出了各种情况的预测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 最糟糕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岸 约130公里处 大部分港口 人口和工业 都位于靠近中国大陆的西海岸 整个岛屿完全暴露在中国军方 各种远中近距离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地理位置非常不利 也更容易受到封锁的影响 一种封锁的情况可能是 中国的船舰和潜艇封锁台湾的港口 这种行动将引发全球经济混乱 许多专家认为 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 比全面侵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2022年12月 经济智库荣鼎集团发布了一项研究 分析了封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是啊 这一挑战最终的 some and so think about trade flows investment flows being paralyzed to and from taiwan and showing what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would be in disruption to global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the figure that emerged there was that well over two trillion in in global economic activity would be at risk and that's 封锁将立即威胁到台湾人生活的最基本需求 但是对台湾的出口的全面封锁很快就会把世界经济推入历史性的危机 全球大量的半导体生产将突然间停产 它会变化因为我们开始禁止的产品我们需要 建制到台湾的流量 我们会不会认为大量进行引运出来 电子减化不少是台湾无意义 仍然只能用大量进行载载ata şeh地在台湾上用电子的音 cultura 但求其他所在台湾 Guess 大量的电子温暖面 药物から温暖面 资车相大量的电子 最新鲜的电子 一般新鲜的 사례 许多专家指出 如果北京认为它可以简单地接管台积电 并在攻台后恢复其生产能力 那么它就大错特错 新冠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全球半导体的生产 但其中大部分的影响都是暂时的 而台海冲突一旦爆发 将永久性地改变全球半导体行业 虽然中国和美国一直在努力大幅增加自身的半导体产能 但专家表示 它们目前无法在全球供应链中替代台积电 尤其是在多个领域对芯片的需求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的时候 's use four to ten times as many semiconductors as traditional automobiles so we're looking at more advanced more chip hungry production than we've had in the past with the risk of less chips available in the future 正如您所看到的 评估入侵或封锁台湾 引起的经济损失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几乎全世界的每个人 都在生活中会体会到连锁反应 台海冲突给全球贸易 带来的打击和影响 会深入到每个角落 一旦开战 受影响最直接 最严重的两个经济体 将是中国和台湾 中国和台湾对全球贸易 都至关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它占了全球所有商品 近15%的份额 尽管台湾小得多 但在全球贸易中 它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是全球第15大出口国 如果中国入侵或者封锁台湾 那么它自身的经济 将面临生存危机 首先它将面临 主要经济伙伴的 一系列严重制裁 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 它占全球GDP的大约五分之一 台海冲突一旦爆发 全球各国享用物美价廉的 Made in China产品的日子 也就到头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会变化 如果有一个全球阻挡 或是有一个经济运动对中国 我们并没有玩具 要买我们的孩子们在试图 所有的纸货 所有的比较贵的产品 我们现在要靠近的 电视机 能够的普通的产品 不仅存在 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承担出中国 如果你看到帖子和衣服 如果你看到帖子和衣服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购买 有很多东西 中国是世界的厨房 而失败的会是 非常惊喜的 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经济上灾难性的前景 能否阻止中国共产党 对台湾按下开战的红色按钮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必须考虑台湾问题 对于习近平和党的重要性 对于共产党的重量 是建设成了一种困难的 中国的一种困难的 中国的一种困难的 台湾是在这种困难的 而且当他们变得更加 更加的 在中国的一种困难的 有更加的预期 中国人们的预期 那会有什么 这种困难的 台湾成了一种 的一种困难的 中国的一种困难的 再次的一种 所以对于习近平和他的 伙伴 这不是什么 他们可以忍受的 I mean they've always got to have it on their minds and major speeches and policy documents and all sorts of fora they talk about this issue as something that must be resolved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北京来说 台湾的政治重要性将永远超过其经济重要性 Definitely economic damage to Taiwan would have consequences to the China economy and to the well-being of China but I think in truth the Chinese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their political thinkings have always been more important I think rather than their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So I think that if they view an invasion to be a politically necessary task I'm not sure that economic damage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would actually prevent them from evading Well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realizes the costs of a blockade or attack would be immense and therefore is deterred from attacking but I'm not sure how confident we should be The reality is that all of the disastrous wars in history were started by people who underestimated the amount of disaster 所以说还不能只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台海冲突的问题 这可能成为定义未来世界政治 军事和经济格局的问题 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 中国一旦出兵台湾 美国和其盟友必然会有强力回应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 这种回应究竟会有多强力 会在多大程度上震慑住中国 仍然值得分析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有什么办法阻止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可能爆发的军事对峙呢 I'd hope that Yeah I mean biding time Just letting this issue sleep Is to me the only viable option I mean there's no resolution at the moment There hasn't been for the last 70 years So I think that that's all that can happen Whether this can continue forever Well that's the problem But I mean at the moment I think Beijing's tactic is Yeah just wait wait Let them get bigger and stronger Maybe one day Then the resolution will come But at the moment There isn't a resolution That I see on the horizon 最后我们还是要问台湾人 因为虽然我们可以从数千英里外的欧洲 推测台海危机的经济影响 但台湾的2400万民众 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现实当中 Are we afraid? I would not say that I'm not afraid I am afraid But it's a fact of life There's not a lot of things On a personal level that you can do To make it not happen or happen And so learning to know how to live with uncertainty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e try to do 说到这里 每一个到过台湾这个地方 看过这里的繁华都市 山山水水 和这里的人进行过亲密接触 深度交流的人都会达成的一个共识是 这片土地不能爆发战争 无论什么原因 要完成谁的大业 我们和全球学者分析台海开战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 其终极目的应该是避免开战 您对我们这期节目以及学者们提出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有关台海问题 您还感兴趣哪些话题 都欢迎您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一一参考学习 一切只为点赞订阅 固然好 独立思考 价更高 德国之声为自由决定提供自由信息 感谢您的关注 各位多多保重 我们下次再见